花莲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这是一对情侣骑车经过新城乡台九县 跟花六县道路口的时候 和一辆砂石车发生差状 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女友 她的头部被碾压 变形在轮胎下当场死亡 男友只受到插伤 而家属赶到现场的时候是无法置信 警方也针对双方驾驶酒测值都是零 而事故的原因还要调阅路口的监视器画面 来理清肇事的责任 不过这个路段居民表示 常常发生大型车辆肇事的意外 所以希望相关单位要来彻底的监讨 道路安全的问题